打倒港共政權 聲音流家 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七月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大家點點滴滴的持續支持 對My Radio的將來非常重要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 2015 好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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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個潮流 知道嗎? 就應該哭 今天湯家驊都會哭 不過湯家驊一向都喜歡哭 因為他的女線特別發抖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好哭 這樣哭就不要退黨了 大男人每次都是這樣 之前政改被否決又說到耿宴 不知道做什麼 一輪到來排隊來哭 那天更好笑 葉劉淑儀禮拜五 上個禮拜我們開內務委會的時候 他坐在我前面 因為我們內會財會那些是偏了位的 他坐在我前面 他和田北神河 謝偉俊都坐在我們前面 他在兩個人的中間 兩點半開會 還沒有救人 劉慧卿 他坐在那個位置 為什麼阿瑞珍 然後走過來安慰他 你知道嗎 原來不是安慰 原來他抽水 他說 不如你叫習總 讓我們香港有普選 你有沒有看 真是火都來了 然後他坐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就指著葉劉淑儀 你哭什麼 你要選特首 你女強人 你這個小女人 你現在是小女人 是吧 他回我 他還說 那就不算了 這樣就真的不算了 你說 你剛才說這些給你聽 真是笑死你了 好了 林健鋒遊涵 葉劉淑儀 就是哭崩 在一個電台節目 叫哭崩 他那個哭 為何而哭呢 他那個哭就是 我沒得投票 對不起國家 我屌你 對不起國家 所以你看到這幫建制派 無論他是因為 屌你驚恐而哭 焦慮而哭 還是真的覺得 對不起那些支持者而哭 都好 喂 開口埋口 就是很在意 這個共產黨怎麼看 主旨怎麼看 主旨怎麼看 很清楚 包括林大輝也好 田北俊也好 中聯辦就打給我 說我做得好 我們就支持 然後他們就說 跟中聯辦解釋 為何要跟中聯辦解釋 你知道的工資是 香港納稅人的工資 如果你要交代 基本上是這幫賤人 麻煩你就是向這個 中聯辦解釋人工資 那就是很清楚告訴別人 你全部是按照共產黨的指示措施 這幫人 是不是 你眼中有什麼選民 如果 你知道你的選民 大部分都是認為 你應該要政改投贊成票的 你這幫混蛋不敢投 人家就應該票債票上 老實說 是不是 在你那個政治光譜裏面 那些支持者 是支持政改的 對嗎 難道民建聯那些選民支持 哇 支持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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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 他一定是支持政改 那你現在不去投票 有個老友 在Facebook 上發了一段 維基 就是 維基百科解釋什麼 叫Walk out Walk out 你就是不贊成 背割啦 抗議啦 抗議啦 那就叫Walk out 是不是 為什麼要Walk out Walk out就是這個意思 有個新名詞 場外點票 這個好厲害 這個是星島發明的 阿Q 翻生 都學不到這招 我告訴你 是不是 他說33個都是贊成政改 包括曾鈺誠 都是這樣說 那對 他們的立場是贊成政改 但他沒有投票 我現在說的是投票 不是說你的立場 是不是 不是 場外點票 場外點票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應該是和場外頭署 相同一 都是買錯 不同的 你真是搞錯 場外頭署 你有錢收的 場外頭署和場外頭署 都是要真金白銀 淹出來去買票 那個不是叫場外頭署 那個是打飛機 知不知道 不是珍過蕭雲 有些國家 真的在海外可以投票 不同的 兩樣東西 現在你的說法就是 不止八票贊成的 還有三十三票 不過在外面怎樣 糟糕 不止 34 計不是 曾鈺誠 都是贊成政改的 現在說贊成政改 是說投票 如果不用基本法規定 政改方案要三分之二 立法會 議員通過 說了大哥 說什麼 所以不說粗口也不行 這一集打算不說粗口 溫情地說 為何要哭 大男人又哭 六十幾歲的女人又哭 為何慘過死老爸 是吧 那葉劉淑儀 神祖死了老公 幾十年前已經哭了 還哭什麼 二十三條都還沒哭 是吧 官都不能做都還沒哭 拜走美國 I will be back 都還沒哭 哭了 你看他哭到 好像小媳婦一樣 你看看 哇 怎麼選你做特首 是吧 那些想著支持你做特首的 因為你是鐵娘子 對不對 女強人 為什麼選你做特首 真奇怪 這班人真是 有些人說惡魚女 這不是惡魚女 低B的眼淚 是吧 除了哭之外 就鬼打鬼 胡片 最經典的胡片 就是田氏兄弟 那個弟弟寫一篇文 開個大佬名 你說那個大佬 就是跳船 還是登船 就是跳船 人家投票 怎麼叫跳船 比以不倫 還在美國讀書 這些真是嚴重 周梁淑儀看不過眼 在Facebook 發了一段很長的東西 招呼田北辰 一會兒 把那個圖片出來給我看看 因為我沒有一部iPad 直接開他 還要舉什麼例子呢 舉當年 他對楊啟然 反面不認人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契弟 周梁淑儀 跟他做過黨友 周梁淑儀都認為這個是契弟 你有什麼理由 你為了什麼去踩個大佬 各有各做 你要跟著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走出去 你要跟他出去 你要不要做跟屁蟲 你填北辰 堂堂一個大男人 你要跟那個女人走出去 那個女人走 那個女人還好笑 那個女人就跟大隊 他又不是大隊 然後又帶著那個填北辰 然後那個女人跟大隊 就跟著葉國謙 因為他是建制派的黨邊 嘩這幫什麼人 田北俊好笑 不如整個建制黨 你叫我走我就走 不用分黨派 不用分黨派 好笑 所以他真的 我覺得 當然他是大贏家 但你又很難猜他的 好像高惠賢寫這篇文 這個男人你真的很難猜 他投票 就是完全建制派的投票 不過他的往績就是03年 23票 陣前賭窩 所以就令到你23票就過不了 這個他那個影響是很大的 當時 其實當時都是幾個女人說 知道嗎 我最清楚這件事 不過有些細節我不說 因為我有份 知道他們那個運作 我們做人就是這樣的 別人相信你 告訴你他怎麼做 那個背景 總之當時就是幾個女人說 其中一個當時是周梁淑儀 因為大家看到那個大型勢 23條幾十萬人上街 那你自由黨覺得 我這一票真的投不下 23條 你明白嗎 那時候的決定是很英明的 這次的情況就是 他都是投贊成票的 你那些人捧他的英雄了嗎 沒有啊 無需要 他做了一個建制派的政策 他做了一個建制派 應該做 是你那33個人賜的 令到田北盡就好像變了英雄 那又是這樣 那又是這樣 香港港豬多 他下屆新東選 還是高票當選 即是明年 就看他老人家 肯不肯選 現在真是挺好笑的 是吧 他08年就輸了 是吧 但是2012年 他就贏了 是吧 但是跟著明年 他就說不選了 如果他去選 又是100%贏的 現在就是 因為港豬多 是吧 那你走過湯家驊 那你說田北盡是否贏了 對於我自由黨來說 如果懂得搞選舉 借這個時機 是吧 去立建制派的 所謂比較中立一點的票 是吧 立一些比較理性的 建制派的票過來 真是有機的 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啊 還有我們提到一樣東西 那些人到現在都沒有正式向選民道歉 沒有啊 雖然我聽過那些小道消息說 民建聯那些助理 這幾天接電話接到首院 他的鐵票真是麻煩 如果你要接電話接到首院 我們都呼籲一下 其他人都照樣打電話給他 是呀 我來看一下 看下週兩 怎麼罵我田北神 真的 看不看得到那些字嗎 我看得到 我看不到 你看不到 我比你還好 田北神由當日反面不認人 他認陽啟然是他你朋友 到今天顛倒是非 竟然將自己出錯説成是 哥哥的不是 作風如一 相信大家可以由此看出 田二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哇 這段就是人親攻擊來的 基本上 奇怪的是 田二少怪責哥哥不歸隊 其實是自己偏離大隊 難道得看不見自己的黨主席痛哭流涕 連連道歉嗎 他不是應該緊隨其後嗎 這一段我覺得 又有些情意結在 大家記不記得 周兩和葉劉淑儀在電台叫我救 周兩和葉劉淑儀在電台叫我救 周梁淑儀指出葉劉淑儀說 我不是 我不像得梁振英 我不會害人 爆他這一句 你記不記得 所以那些女人 記憶力強 溫飾力弱 你真的不要得罪她 記憶能不能一輩子 我告訴你 那他這一段的講法 我要解釋一下 周梁淑儀 這一篇固然就是幫田北俊說話 根本上他也很討厭這個田北俊 好了 他說你偏離大隊 那為什麼你不跟著你的主席去道歉呢 田二少爺勤力有加 可惜邏輯欠奉 自己不問恩由蒙茶茶與一眾同樣蒙茶茶的所謂同路人 上錯了賊船 聰明反秘聰明 受到沉痛教訓 可視他沒有因此自我反省 反而見目的達不到 就不分青紅造白 怪責哥哥 不但毫無半點君子風道 更忘記了自己作為議員的責任 一面向選民 其實既然自己跟錯阿哥阿姐做錯事 田二少爺 就不應該怪責沒有一同犯錯的哥哥 而應該痛定思痛 反問自己為何如此愚蠢 以後應該如何用自己的腦袋做事 而非違命是從 最重要的是 還要思考怎樣向選民道歉 切勿因自己的大義令選民失望 多年來我看著他們兩兄弟從政 這個也是真的 他跟田北俊的淵源很深 由啟聯資源中心到這個自由黨 甚至兩人在不同政黨發展 雖然有競爭 哥哥一直維護著弟弟 從未說過他半句不是 這次田二少爺實在對不起哥哥 田北神 用你的腦袋辦 這篇文章都充滿感情 寫得不差 寫得不差 除了他用哥哥兩個字好像不合作 應該用兄長好些 無所謂 這些是鬼來的 真是好東西 寫哥哥好似 親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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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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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鬼這個字 最近就很令人 奇事 奇事 很有層次 你看到 所謂建制派 香港的政黨真是 口屎垃圾一大堆 泛民也是 又被我說中 否決政改之後 我會繼續爭取真普選 白甲黨就是這樣說 何俊仁是不是走數 當然是 這個黨真是 爭取什麼真普選 你老明 黃之鋒 這個小政棍 都懂得說全民制憲 對不對 不敢說 早兩天 劉慧卿接受吳景俊訪問的時候 說清楚 全民制憲無所謂 然後就說人家去中國化 說香港不可能有港澳 然後就罵這本土派 真是 四個字叫做自掘墳墓 我告訴你 你民主黨還有什麼拿出來給人看 又被我們急中 分決政改之後 然後呢 起碼黃之鋒都懂得說全民制憲 修改基本法 雖然是蓋了自己一巴掌 三個月前 他就罵 你不切實際 罵這個熱血公民 不切實際 等他要罵我 我就做好事 他只是鄙視我 你做廣播的 你做廣播佬 如果我講廣播佬 我是最早提的 在議會裏面 我是最早的 在議會裏沒有人做得過我 是吧 九七後議會裏 是當九七後的議會 九七前都沒有人用前民制憲動議 沒有啊 前民制憲是變成一個動議辯論 沒有啊 誰提過 當作政治主張的人 就是前線提過 就是這麼簡單 提過之後只有提字 所以劉慧卿 他夠膽說 我反對前民制憲 屌你什麼 你那時候是前線的政綱 這個不行的 是吧 你說一說一說 就被我們踢爆他 是吧 人家都起碼向前看 你民主派要重新定位 好像我那個政改的發言 大家仔細一點看 那篇文我擺了出來的 現在我叫做你很辛苦 把字幕放進去 是吧 大家仔細一點可以看 有了 是吧 我們最早提 一三年提 一二年都提 已經 在議案裏面 但是正式提到全民制憲 重新立憶的動議辯論 就是去年 就是去年 一四年 不要緊 你不用給我們 當作你自己發明都可以 那你去推動吧 OK 但是不要說我算數 不要說我算數 我們看你的了 我們老了 我又要等完法叔 等完法叔 等完法叔 你現在見到建制派這種醜態 你真是 有一段時間笑他 他現在 要有空就野餘一下他 那當然 我經常講的 哀經默起 是吧 就是特別你民主派要抱著這種心態 是吧 就是我們野餘兩句就算了 是哀經默起 哀經默起的相反詞就是幸災樂禍 就這樣了 你沒有必要幸災樂禍 樂禍 樂禍 他招君仔也相同 大家都一樣這麼大 當日有一個學手懶 對吧 很簡單 然後現在被人使用陰謀論 來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老實說 是不公道的 是吧 你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他一定是鬼 是吧 當時又持投票 又沒有起床 又少點人數 但問題是,他應該走出來說自己愚蠢,就不應該鬥,就不應該說我要留住建制派, 為什麼要留住建制派?這個理由是非常可笑的,憑什麼留住建制派,讓他不留會呢? 當時田北俊因為見到你說數人,所以留在這裏?陳婉嫻見到你何秀蘭提出要點人數,所以他寧願坐在這裏不走,被黨友罵? 林大輝也是因為你何秀蘭,說要點人數,所以他坐下不走,林大輝跟我說我坐在那裏,我當然要投票,很清楚人家坐在那裏投票 當然,姦有姦輸,你計算的數字就是我WALK OUT,我41個人WALK OUT,你剩下28件在那裏,連主席都是29,都不夠35人,那一定是留會 他們做過一次,說過了,2010年1月份我們辭職,跟著根據議事規則在立法會大會裏面 我們發表過辭職的聲明,希望放在議會的逐字紀錄裏面 結果他就不讓你這樣做,建制派WALK OUT,留只有一個人叫陳鑑林,留在那裏做什麽? 主席不夠人,你不要經常說現在那些激進派要點人,扑你去街上也做過 跟著你WALK OUT出去,跟著要求主席點人,一點人,15分鐘之後不夠人,主席宣佈休會 我們幾個辭職議員沒得說話,做過啦,這次是第二次,有些人說,好像踢球那樣,裝穴位陷阱 裝什麽穴位陷阱啊?你裝對面隊友陷阱嗎?你裝自己隊友陷阱嗎?自己隊友陷阱 就是這樣說法啦,當然這個比喻是不對的 主席不痛啊,別人其他那幾個都坐在那裏,是不是? 不是裝穴位陷阱,你是自掘墳墓 跟著現在都不知道怎麽算好,所以現在很多花生人出來 跟著建制派在裏面都有很多雜音,所謂的 然後林健鋒因為他代表香港總商會商界一,那個功能組別的 又由香港總商會產生的,就可能有機會倒塌,因為他都做了三屆的了 是時候的了,你不單止民主派,你都要走,你建制派 那葉國謙就麻煩了,沒得繼續做黨邊的了 而且他人大代表,你把他撕掉,下次沒有他的份就未必撕他 我覺得共產黨也不至於立即懲罰你的,斬立決,未必 中共呢,這些假戲他都會做的,就不是,好在在香港,在北韓 在北韓就糟糕了,拋決,抓你去拋決,在北韓都不抓你去拋決 似乎北韓的制度又比較下率高 還不抓你去拋決,你真是很好笑 我這兩個人在議會見到這幾個人,我真是,今天葉國謙主持保安事務委員 我整天去拋決,我不是說這件事的,我在拋決那個保安局的副秘書長 我們在講那個截取通訊秘密監察,那個條例草案要修訂 就要付,即是給這個監察專員,那個法官,是可以聽那些,即是你偷聽的錄音 初初不給他聽的,是吧,你去竊聽,那些所謂成果,可以給他聽,是吧 以前是沒得聽的,沒得聽,那你違規,我想進一步,了解你為什麼違規 還有那些內容是什麼,我不知道,是吧 那你那些內容是不是那些法律機密那些,我又不知道,是吧 所以,就要修例,講了很多年,胡國興,都已經下台了,是吧 都還沒搞,現在好了,要修例了,誰知道這位副秘書長在解釋政策的時候 那些態度非常揭露,所以我今天就修理他 那這個,葉國謙可能心情不好,喂,你理題啊,國謙,我理什麼題啊 你閉嘴吧,我說,理題,放那段影片給你看,他平時不會這樣,無緣無故說我理題 他這段心情,你真是,都可以想像,所以就說我理題,理什麼題,我好笑 你問,照計是否你立法會這麼多年,這幾天你最心涼 我不會心涼,我都跟你講了哀經默,我講假的,我是好笑,就不是心涼 我那天就講了一句天有眼的即時反應來的,但是,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也都在很多人,就是醫療之外,由於醫療之外,那你當然會有幾天說一下,是不是 但是我都認為這些民主黨派,應該用一個哀經默的態度來看,不要再樂禍,因為你都是一樣這樣親的 什麼時候親一次給別人看,沒有分別的,關於這個,湯家驊辭職的理由,我不會去評論 我會去評論,報紙,電台節目,有很多東西說,我們只是關心那個位補選 那補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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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補選 這件事應該會淡忘嗎 但不會淡忘的 有何會淡忘,你看明年選,他們當然會採音 如何淡忘 等于那補選有分接受國際,國泰款代,那補選 就那麼 learns 誰會淡忘,在選舉裡頭,XD 論壇一定都拿出來講的 大佬 怎麼淡黃 溫固之身有時代意義 怎麼會淡黃 沒可能淡黃的 所以有段時間講 到那個補選會不會影響選情呢 但是作為建制派當然要次在必得 因為如果他可以贏了這一席 35席裏面 建制派有18席 民主派和激進派有17席 分組投票 分分鐘掛起來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 說回來又要動你民主黨 黃碧雲說我抹黑也是這樣說的 不是你這個混蛋黨整個區議會的方案 令到35席的直選 地區直選二席 整個泛民陣營 包括激進派只能夠拿到18席 反而在上一屆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 只有60席 地區直選30席 泛民主派連激進派可以拿到19席 35席的19席是過半數很多 所以分組投票 你要站硬地區直選 可以擋住那幫混蛋 是不是 就是這樣 現在就麻煩了 18席對17席 保選輸了 又反過來18席你17席 雖然有一個是主席 也是17席對17席 是很危險的 是不是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議案 你要否決它 一定是人齊 起碼一定是人齊 所以這個是一個 黃碧雲還說你居心可測 可測 居心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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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相反 可測就是個可字 可字反過來就是可 你懂得懂字嗎 居心可測的意思是居心難測 居心可測 居心可測 然後被人笑 現在最好 我這些我從來都不會回應 因為自然有很多人插他 然後在他的窩裡 罵他的時候全部封了別人 就是這樣 如果這樣自己快樂 看到自己看 下面沒有多少人回應 就是這樣 罵你的那些全部刪了 在別的Facebook的人 就不斷恥笑你 他們都說有些那句 不要以為Facebook 為什麼是萬能 在Facebook打飛機 就是一樣的 休息一會